《831太子站死人事件》 炒作了三個多月的《831太子站死人事件》 終於水落石出了 六名死難者終於重返人間 一個又一個接受傳媒訪問 證明當日他們自己是活生生地送院治理 而一直以來一口咬定警察殺人兼韋施滅跡的水果報 和反對派政客就全面炒車 還有自稱有陰陽眼看到太子站亡魂的神君 到太子站搭建太子靈堂並大哭大讓 施心裂肺地敗祭亡魂的棄子和信眾 今天看來是特別荒誕滑稽 但是因為這些謊言 香港幾個月來被黑色恐怖暴力 打到支離破碎 黑暴說要香港攬炒 看來很快就會成功 因為還有很多人仍然執迷不悟 不肯承認錯誤 說謊的人要原謊 必定是謊一個掩蓋一個 有人說當日警察走進地鐵站追捕黑衣人的時候 打死了人 在站內毀屍滅跡 又有人說他們將屍體用列車運走 再丟進大海 所以這幾個月來香港海面附近特別多浮屍 又說死的人多達五十人 連他們的父母都被滅口或被收買 所以就沒有人走出來聲討或者生冤 又有人在記者會蒙著臉說自己是消防署人員 又有人在記者會蒙著臉說自己是消防署人員 但是一點都不滑稽 一點都感受不到黑色幽默 因為過去的那六個幾月 香港因為這些謊言 被摧殘到氣藥油絲 甚至到貧死的邊緣 有人以為黑衣暴徒和政客 拿到區議會的選票和議席就會收手 但是區議會選舉過後 最近的週日仍然是打紮燒和私了 可見大家實在太天真了 那些謊言沒喊 並沒有停止 是因為政客 黑衣暴徒 要保持暴力運動的溫度 種種的謊言 鬼話連編 是要煽動仇恨 甚至恐慌 以保持香港人報復反抗的情緒 所以我們明明看到 黑衣暴徒用鐵渠蓋 打向清理路障屠人的腦袋 他們卻說 那個是黑警辦的 用來嫁禍抗爭者 就好像早前被黑衣暴徒 點火燒傷的地盤工 亦都是被人說特技人 謊言一個比一個離譜 至於所謂的新屋嶺性侵 15歲少女被自殺 女示威者爆眼 會不會又是一個個用來合理化暴力的謊言 香港人真是要看清楚 831事件這次被傳媒督穿 踢爆 不是就是已經揭露了政客 和反對派媒體的醜陋嗎 因為這場黑暴運動 香港已經暴入衰退 各項經濟 零售、旅遊、失業率、破產數字 直逼20年3年SARS 或者20年8年金融海嘯的產房 攬炒首當其衝的 必定是無資產階層、寄層勞工 將畢業的學生 或者是踏入社會工作 沒多久的青年人最受影響 連關章子 香港的謊話精靜客和暴徒 所製造出來的亂世 種種後遺症將逐一浮現 到時才覺悟前非 可能已經太遲了 而那些盲目相信謊言的市民大眾 也會淪為親手殺死香港的幫兇 下我會找到你的屹本 下我會找到下我 其他的願家 我會找到 Kaño 這句話 我會找到下我 我會找到你 下我會找到首次 還可以找到下我